之前的市場會認為說 Google在發展AI這一塊是比較慢半拍的 不過Simon這樣的一個狀況改變了嗎 這次的年度雲端大會上面 他們一次就發表了三種新品 沒錯 我想他們改變是來自於 整個的模型改變 然後硬體改變 另外商業模式也改變 首先我們看一下 其實2023年對Google來講 其實不是一個好年 不管是Bard他回答出錯 也是很奇怪 然後再來是Gemini的一個宣傳影片 也是造假 所以問題蠻多的 所以這次他有點要雪恥 所以Google Cloud Next 那個2024的這一個 他就推出新的產品 那主要第一個 就是Vertex這一個AI 他是代管式的一個內建 一百三十種模型 然後搭配所謂Gemini 去挑選設計客戶需要的AI 比如說我們剛才有談到AI醫療要去測這個 他就會幫他挑選 挑選完以後就幫他做原算 然後算出一個好的模式 另外的話就是在TPU V5P 也就是他自己研發的一個AI的加速器 用來訓練複雜的AI模型 那他是之前前一代的大概就是兩倍的一個運算的效果 然後更重要的他還推出所謂的Action 這一個新的晶片 他的一個CPU 然後他的CPU是所謂的ON的架構 然後他是現在Intel X86架構的1.5倍 也是現在的CPU大概1.3倍 然後60%的優化 那更重要的是他推出那麼好的晶片 他希望他所有的產品就是導入自家的伺服器 只租不賣 因為你知道輝打這些都在賣伺服器 那他怕說要直接競爭其實是有困難 所以他透過 他是用出租的方式 對 用出租的方式去做 只租不賣 然後搭配他的軟體服務 為他的企業客戶去做服務 所以他是TB的非常明顯 所以相對我們就看到說 在Google的一些伺服器